这个2020年呢 大家知道是庚子年 庚子年自然灾害特别多 突发的状况呢特别多 整个天下呢 因为这个地球受到电磁波的干扰 因为受到干扰之后呢 会让人的心不稳定 那么很多人说电磁波干扰 对人有什么影响呢 我问你们 你们手机是不是用的电磁波了 对不对啊 你看现在的人能够离开手机吗 你们告诉我离开手机之后 你是不是整个一天都会心神不定啊 很多人看着手机笑 有的人看着手机闹 看着手机跳 是不是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 离不开手机了 魂魄不齐了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已经受到天象 受到电磁波的干扰 因为天象当中的电波 紫外线 红外线 噶马射线 在2020年将破坏影响着地球的磁场 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 所以你现在想想看 造成恶劣的天气 地质 灾害 火山地争水灾 都是由一些射线所造成的 所以你们现在想想看 天时造成地球的脉冲紊乱 让Wipify和GPS 有时候都会产生分平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 人家说把GPS 把人家引到河里面去听到过吧 有听到过吧 为什么呢 你看 因为这就是碰到亿万光年的负载 负能量的影响 它的射线负能量的影响 它就会影响磁场的变化 人跟人现在讲话 也会影响到磁场的变化 你看有些人跟你讲得蛮好的 突然之间讲一句话 出来怪怪的 所以你就说它神经病了 实际上它的思维分平了 叫分平了 所以人间的口舌争多 吵架分手率就会上升 所以道家说天人合一 我们佛法说心佛合一 2020年相克大于相生 大家知道什么叫相克吗 就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 做什么事情很顺利 也有几个月份 但是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 也有很多月份 而这些月份大于你相生的时间 所以人跟人犯冲特别多 很多人容易想不通 你们看现在的人 动不动就想不通 动不动就要打官司 所以改行业很难得到天助 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 天时地理并不能够帮助到你 创业选择你要特别慎重 各行各业都有点风险 最重要的每个人说话要谨慎 因为在庚子年讲话 要学会守 不要去攻 最好不要与人争端 不要去跟人家吵 吵到后来你会得到很多的磨难 因为庚子年的时候 保平安不容易 2020年的全世界会有很多的天灾 天气越来越恶劣 最大的现象就是春夏秋冬混乱一片 你看有些地方 该冷的地方热的不得了 该热的地方冷的不得了 有的地方热的来简直从来没有过 有的地方冻的来把人都冻死 而且人间思维产生的差异 罢工就多 动荡不安 在2月和3月 东南亚会有旱灾和大火灾 3月和7月会有泥石流和水灾 7月左右台风水灾 泥石流地震都会有 8月份会有流行病 日本8月左右会有灾难性的台风和风暴潮 在4月和10月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空难 特大的交通事故 10月左右东南亚包括台湾地区 有龙卷风和台风 另外2020年在东南亚还有火山爆发 地震和龙卷风 印尼继续会有火灾和水灾 2020年的最容易有瘟疫 而且非洲的瘟疫会继续蔓延 并会严重缺水 在世界上最多的旱灾的地方 会有一亿人面临旱灾 在印度和新西兰 继续会有大地震 马来西亚有水灾 泥石流 美国西部会有大火灾 澳洲10月今年10月还会有山火 在我们人的身体方面要特别注意 今年人最难过的几个部位 是心脏还有肺部 还有你的肾脏 要勤洗手 如果发现自己伤风 咳嗽要特别当心 因为传染病会很多 菩萨告诉我 叫我告诉你们 要多吃黄瓜和西红柿 2020年在世界格局 在欧洲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市场冲击非常大 整个2020年的经济不稳定 金融下跌很快 电企业受到冲击 网络金融不好 股市4月份非常动荡 5月份左右更加严重 所以买股票要小心 尤其是下半年 上半年的股票还不错 下半年会有麻烦 年终不宜投资 数年 整年的经济都不是太好 8 9月份很多人要当心 会有很多世界惊险的事情发生 所以买楼房被骗的会很多 只7月之后 7月之后 中等房价还会上涨 所以男士结比较多 女士今年倒是很好 会帮别人挡灾 女人会帮别人挡灾 所以身居高位的女士有货灾 家中不要放太多的金属物 包括电风扇这种金属的东西 如果不用要包包好 否则家里会惹货灾的 金属东西会破相的 所以在破财的时候呢 很多人问了 台长这么多灾难怎么办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家里平时一天烧几次香啊 两次对不对啊 如果轮到你的本命年 记住了 如果你想破财的时候 想不破财 一天烧三次香 不但不破财 烧三次香 还有利于财运升高 那么在今年呢 人的相貌会变得很快 如果你一直动坏脑筋 你的脸像就变得很坏 如果你一直动好脑筋 你的脸像会变得很好 所以今年你们自己注意的 你们其实可以等我 看完法会回家给自己造个像 等到今年年底再造个像 你看看变好还是变坏 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那么在家里啊 不要听风就是雨 听到什么事情要忍耐 要念节节奏 家里不要点蜡烛 否则一传昏变 就是点蜡烛的话 婚姻会有麻烦 今年的文昌卫在西南方位 整个地球在西南方位 家中呢 要少放透明的一些物品 记住了 山水画绝对不能黑白的 山水画一定要贴彩色的 听懂吗 家里在客厅的当中一定要摆盆花 一盆花一个礼拜 你可以家里还吉祥 可以调整气场 因为花它是冻的 它是活的 家里的家具全部都是死的 放一盆花在那里 它花每天在开 每天在收 它收气场 它又散发出很多好的气场 所以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 你现朵花给它 它马上就会开心 为什么女人在生气的时候 你放在后面 看 你看它马上 气场好了呀 听懂了吗 那女人不开心的话 你送朵花给她了 你家里放一朵花 放在大家客厅的当中啊 会转换你们家里的气场的 大家听懂了吗 好 继续说下去 但是花不能买 全部白的 明白了吗 白花是什么 好不啦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家里买的花 一措全是白的 家里过一段时间人 出大事 明白了吗 很多人在想 2020年多一点财运 那么多一点财运 刚刚说是避灾破财 那么讲多一点财运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想不想听啊 教你们 香烧完之后 把香炉请下来 擦香炉 你懂吗 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有投资的话 把香炉包下来 擦香炉 听懂了吗 擦擦擦擦擦 因为擦香炉是旺财的 听懂了吗 所以你们看有很多法门 他们都喜欢擦香炉 明白了吗 洗东西啊 其实也是很消夜的 所以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 拼命地洗呀洗呀 我告诉你心里 马上情绪就转好的 你看很多人生气 刚刚生完气 跑得去洗呀洗呀 厨房间洗洗 过一会儿 他就 情绪就好很多了 他也是一种发泄的 所以洗刷刷 洗刷刷 好 如果家里有冻土 一定要悬挂事物 我们讲不是一种风水的事物 师父说我们悬挂的事物是什么 那就是大悲咒 如果你家要冻土了 请你们挂上大悲咒 山水画 2020年呢 还有很多官非产生 因为2020年的太岁呢 在正北方 太岁在正北方 所以呢 正北方 你不要去装修 不要去弄墙啊 搞来搞去的 装修 因为这就是印证了 中国传统文化上一句话 叫太岁头上冻土啊 听懂了吗 那么很多人喜欢家里啊 这个灯光颜色啊 彩色很多 一个吊灯上面呢 有绿的 红的 黄的 蓝的 什么颜色都有 我告诉你 口舌是非多呀 所以墙上 今年也不要去拼命钉钉子 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和健康的 现在沾的东西 沾的牢的东西多了 不要动不动去去钉钉子 大家听得懂吗 2020年犯太岁有五个生肖 你们在这里应该都有啊 老鼠本命年是直太岁 老鼠都要当心 冲太岁是马 行太岁是兔 破太岁那是鸡 害太岁那是羊 所以这五个生肖都要当心 尤其嘛 老鼠要当心 害太岁 羊要当心 破太岁 鸡要当心 行太岁的兔和马 好一点 大家听懂了吗 婚姻方面 男女之间沟通 非常容易产生障碍 尤其不同种族的婚姻 跨国婚姻 会更多的争吵 会有很多的离异 所以要特别当心 那么夫妻当中 想谈一件事情 想谈得好 怎么办 师父要教你们了 今天你要去跟他 谈一件事情了 跟老公谈一件事情 他可能会跳 可能会闹 最好的方法 跑到自己的佛胎前 不点香都没关系的 就冲着 观世音菩萨 让我化解 跟我老婆 某某某的缘解 我接下去 跟他谈事情 观世音菩萨 护法神保佑我 谈得好一点 你过一会儿 跑过去 老婆 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情 快说 马上情绪就好了 你们试试看 试试看 而且呢 在今年要特别多念 消灾即将神咒 记住了 四月七月九月十二月 特别要注意 婚姻不好 所以很容易吵架 在2020年 孩子读书方面 家里进门 靠左边是好风水 靠右边风水不是太好 读书的 所以给每天 孩子每天念 欺骗大悲咒 可以保孩子 读书 智慧充裕 家庭平安 在2020年 所有的人都会受到 大气层的磁场影响 心脏病人会很多 肾功能衰退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在今年特别累 爬也爬不起来 睡也睡不好 所以今年 师父就特别问菩萨 要吃什么 菩萨说 黄瓜 西红柿 还有菠菜 再加个菠菜 记住了 如果很多人 整天在家昏昏神城 很多人血液方面 不是太好的话 血压高啊 或者其他脑子 觉得不管用啊 头痛啊 多吃点卵磷子和钙片 在2020年 除了多念大悲咒 心经之外 要多念 消灾 吉祥神咒和解结咒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 一个中国传统习惯 就年三十晚上 要烧铜香 保佑自己 一年平安吉祥 希望大家好好烧香